各位馬迷朋友好,歡迎又來到Layman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研究一下10月27日沙田百祥泥地野馬賽事 因為沙田要種冬草的關係 另外今晚又不跑谷草的問題 變成今次是玩泥沙 Layman對玩泥沙要留意天氣和跑道的狀況 星期三說晚上可能會有雨 大家習慣沙灘都知道,泥濕水是一久久的 有些馬打下去的時候,怕吃泥打下去會痛 有些場地不穩定 希望駕馬的時候先預算他沒有雨 如果有雨,各位再執生 另外希望各位未訂閱LaymanYouTube頻道 可以免費訂閱LaymanYouTube頻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每一次賽事前兩天,即是陪勒日和陪勒之前一天 都有一個Layman事前Live的節目 陪勒那天是給會員的 歡迎朋友進來吹吹吹吹 陪勒那天有一個陪勒文看試集的節目 最近都交到一些成績 例如這一段影片 一會兒會找到一些試集有些巨型的懶悶 今次的賽事跑泥地 講到第七場浴城賽馬系列 Layman你又說哪一隻? 浴城賽馬系列是想讓大家 不要經常講騎士,也不要經常講檔位 講回馬本身 簡Sir說,跑馬就是跑馬 連馬都未知是什麼 但是就去買一個檔位,或者騎士 Layman希望在這方面 用一個有趣味的角度 看著那隻馬的成長 看看他陣上 為什麼有時候交得出走勢 有時候交不出走勢 都要去找一個原因出來 不一定是對的 但起碼努力去做這個工作 如果你想看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例如玉城賽馬就是單單一隻馬 如果想投注連勝位 位置Q,四重賽,二重賽 就要看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那些有部份我會公開的 先跟大家講 第七場三班1650 上次那一貨的泥地集 就爆了幾隻冷門 這隻就是呂建威馬房的 蟬勝寶區 灰馬仔 當日好像有銀紙 有蟬勝寶區 有大印鈔工廠的三隻灰馬 贏了 先不要說那些什麼 賽日先 先看這隻蟬勝寶區 其實他來香港之後 是一隻什麼馬 即是在雷文心目中 其實他初出的時候 已經是交到一些很好的走勢 就是JIT上來 可以贏回那些馬 當時還是新馬賽的 但是一插班之後 成績好像沒有了那麼好 經常都不斷 雷文就覺得 其實有幾場馬 尤其是我由他閹後初出開始計算 這隻馬是4月17號 不不不不 11月16號 即11月16號 隔了4個月初出 雷文當日也有朋友問我 我真的不敢肯定這隻馬 但閹後又怎樣 半好不好之間 我沒有提供的 他就爆了出來 贏完這場1200之後 接著就開始慢慢向中距離進發 大家看到他的體重 去到1170多 閹後是1180多 其實他輸來輸去 除了這場1600 輸到15個馬位 其實他也不是輸得很遠的馬來的 我看看他那些 落敗了的形勢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先看閹後之後 好像這場跑1400 其實這一段開到這麼快 這一段也是快 那隻標準猴王贏完 這場都退役了 真的厲害到無論 其實這隻蟬勝寶駒 跟著步速回到來 我覺得可能是跟快了 所以就是斷了 其實如果不斷的 再大大真的夠勁 二話不說一隻有能力的馬 神進馬車回來也一樣斷了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是跟快了步速 下次他再跑進來 再出一次跑1600 他都未跑過1600的圖程 我也是細心去看 其實這一段也是快 這一段也是快 超速也挺厲害的 心中有馬後尚 加州十大後尚 保羅成泉都很厲害 放在前面走 其他你看看 那些什麼美麗日子 閒聖寶區 紅圖巨星 轉一轉 其實跟著這些步速回來 斷了都是情有可原 後來跑一場谷草村八 不要算他跑谷草 好了到今季初出 先和大家看看他今季初出 跑一場泥地的試集 大家為何要說陪黎民看試集呢 昨天爆了一隻160倍 那隻叫天行見 上次爆了這隻叫 就是這隻閒聖寶區 終於這裏只爆這兩隻巨型冷門 看看這貨集 究竟看試集 看不看到這兩隻馬 其實是有些潛質的分子呢 這隻閒聖寶區 當時未跑過泥地 經常在泥地 交到一些不錯走勢的試集 這場馬的試集 其實時間不算慢 再加上那些天天精彩 也是一些泥地的馬 看看這隻天行見 閒聖寶區交了什麼走勢 末段是23秒2 他們應不應該是時間 比23秒2 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 昨天龍寶寶 戴上眼罩 都不知道為什麼馬會 會批他給他戴眼罩 他都沒有試過 真的很奇怪 看看那天灰馬仔的閒聖寶區 其實他一出來 他不是太慢 但他又退了下去 拉了下去 旁邊那天天行見 我早就跟大家說說那些貨集 有追世 走外檔 昨天找黎海榮 就爆了進來 不過林文老實說 閒聖寶區有賣些 天行見那場我沒有賣 其實這一貨集的時間不算慢 尤其是對中距離馬來說 更加是OK的 你看看那隻神聖寶區 雖然要騎 但他有走勢 即是他起碼騎下去有反應 這裏還要被人夾夾 天行見經常扔去外檔都有點走勢 看看前面那隻好眼光 都不是低班 沒有能力的馬 城寶區這裏被人夾夾 騎上來 騎上來這隻馬仔 灰馬仔都很好反應 和天行見一起拍上來 雖然林文經常和大家講 試集不用講試第幾 有沒有走勢最重要的 試第幾 你時時精彩 跑1050 難道試過第一回來嗎 他跑2400 天天精彩 那隻神聖寶區 這裏期限就收 天行見 其實兩隻馬都一直有走勢 其實這貨集時間已經不晚了 兩隻馬在較後的名次追回來 試了這貨集 到出賽 出賽我都解釋一下 他跑1400 其實很多馬都斷 其實你看一下 步速 匠合再出再得 這場步速是不慢的 志在四方要後上 美麗非凡也是逐段加速的 紀理紅星再有表現 馬爾代夫再有表現後上 其實這場的步速跟在前面的 載大大 喜奧隆 高友之星 閃聖寶區 只有一隻帳后 一百磅可以捱得到 贏了馬 其他全部都斷 所以 他斷 你都要斷 其他對手都一樣斷 我去分析 那場馬的形勢 最後下一場 就在馬雅手上 就走來泥地 13檔 就贏了馬 今天究竟交不交得出水準 這文先說 這場馬雷健威有三隻 究竟會不會有什麼鬼股 這文真是不知道 以實力來稱 今天馬雅哥哥 只不過是比上次加了兩磅 13檔跌到五檔 雖然他走外跌 應該都會好些 另外 加兩磅 應該都不是一個什麼阻力 再看看馬雅末段 其實他怎樣騎這隻閃聖寶區 還有這隻閃聖寶區 有一段被超速逼進來的時候 突然間變速過一下 今天同場的對手 有幸運傳奇 雙天至尊 金樽一號 電碗時代 大道智政 彪之蕊 上次雷健威 今天又是出這麼多隻 總之 搞到你頭都暈倒了 看看這隻出外檔的閃聖寶區 沿途是這樣三疊三疊三疊 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馬雷比他剪步更好 希望他今天五磅 就不要被人困住 另外就是看他那裏 剛才我講了 你看看他一陣間的馬雅 那些僵繩 那些左之右絕 但是後面有馬迫上來的時候 那種變速力 大家都看得到 前面快閘的馬 他一路在外碟 這裏開始產上去 旁邊有彪之蕊 裡面有閃聖寶區 那就是幸運傳奇 其實他都浪費了很多力 才減到過來 幸好大話 很幸運 很幸運 因為他走外碟 其實如果你計算 報速來計算 這場馬其實一跌都不慢 一分十四 一跌都不慢 他沿途走外碟 你看看那些雙天至尊都斷了 另外那隻幸運傳奇 都被他彈開了 他還要走外碟 那些張登傑彩 那些都沒有 金樽輝王 金樽一號都叫做 騎著騎著又追回 那樣 那隻彪之蕊 就收工了 那大道治政 追了一段仔 那你看看這隻 前聖寶區一路走外碟 又不用吃禮 因為你走入面 可能前面有禮打上來 他走到外面 反圍就肯定不會有禮 前面都沒有馬 那邊是彪之蕊 藍衣的晉尖第六 那彪之蕊 這裏放下 又吃了上來 那你見那些三隻 都在頭四位裏面 那裏 報速這段已經是23秒09 都不慢 那你看看前面的幸運傳奇 都算厲害 那些雙天至尊都貼藍 回來都沒有了 那彪之蕊回到這裏 那麽之蕊 那些金章一號 那麽叫金章一號 那麽那隻叫做電碗時代 都追很多的 不過你算報速來算 電碗時代是有賺報速的 因為你們那些放得快 那你看看這裏的神聖寶區 馬雅哥哥的分薑 又換邊 這裏分薑 推幾步 又分幾下薑 打右手邊 又分幾下薑 然後又轉左手邊,又吐兩下,超速這裏就殺上來了 用平心來計算,超速這隻馬,苗麗德做好功夫 不過執取了一個差檔,就打算打薄的,找得拉縮 這裏你見到超速必上來,迫近的禪聖寶區 之前在做什麼呢?分幾下僵,右手邊吐,又轉左手邊 這裏突然間彈開了恆運轉旗,我相信再騎下去也會有 超速也算追得厲害,恆運轉旗快步速也算頂得厲害 雙天自尊回來也沒有,所以你看一下這條影片也挺特別 你見到左肢右絕馬雅,用正常速度給大家看 他突然間被超速撥上來的時候,他在左支右絕的時候再變速 即是蝕了快步速之下,你看一下他 右手邊,分薑,右手邊,跟著又分薑,跟著轉左手邊 慢了,再打超速這裏就飆上來了 這裏再騎,哇,立刻彈開了恆運轉旗,彈開了雙天之尊 超速追來追他都追不到的 今天唯一一個問題,你怕上次失泥,今天正常泥這些問題 馬雅的發揮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上次他基本上不用找位 在外檔走出來,不用吃泥,讓馬自己走就行了 今天五檔如果有馬蓋住他,你就要問馬雅找不找到位 但希望他找到,五檔你照計十三檔,五檔五檔應該好跑些吧 正路就這樣想吧 剛才那種變速力呢 究竟如果你們覺得一騎下去,他會不會再有呢 即是他變了那隻超速一迫上來,一騎他又折了 已經是虧了快步速了,今天加他兩磅而已 如果我沒有記錯,125,127 125,127,加了他兩磅了 除了你說呂建威不知搞什麼,如果不是你照看那些變速的 那你還是要選他 所以這隻馬的成長故事被人淹了個 恩固固 淹完那個恩固固贏了馬 其實他有些反覆 其實有幾場 他跑得不錯 只不過是虧了報速 和初上千錄有一場輸 初上千快活谷1650有一場輸 所以他輸的幾場 都是第一次跑的路程 和虧了報速 上次跑來泥地 之前跟大家再回顧他之前試過貨集 就是天恆見那貨是試得好 那貨的泥地也有少少濕 但沒有那麼濕 其實他都試過很多次泥地 如果他說不是場地問題 又不是鬼谷問題 如果是以馬論馬 看看各位會不會合心水 這個蟬盛寶區